记得网上曾经有个问题 奔跑吧兄弟如果停播 谁的损失更大 有人说邓超 李晨 还有说陆寒 baby的也有说是陈鹤的 最后有人说损失最大的应该是郑凯 彭哥也这样认为 看了郑凯的履历 他一路走来 除了今年主演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影 上映时间未定 他在里面饰演将军 跟邓超 孙丽夫妻 以及关小彤和眼 究竟怎样 我们将拭目以待 但看郑凯以往的作品 除了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 我们真的没有从其他的电影 电视剧作品中看到 郑凯给我们深刻的印象 开具玩笑话 郑凯的命是奔跑把兄弟给的 说说郑凯最近主演的电视剧 好久不见 他扮演的富二代赫颜 跟励志的毕业大学生 花朵朵杨子山 从相互生 演到情爱纠缠的故事 时间跨度足足有十年 究竟好久不见怎样呢 坦白说 看了演员们的装扮 彭哥的心情是沉重的 怎么也掩饰不了失望的情绪 虽然时间跨度是十年 从2003年的非典 到十年后这个跨度 但是演员们去演大学生 怎么也演不出 大学生们的活力向上 杨子山跟郑凯都是86年 32岁的年纪 化化妆 半半嫩 应该还行 怎么化妆是化的杨子山 那么苍老呢 还有剧中的孟蝶 陆自珍 陆自珍 特意标注下发音 一名陆子 他演的孟蝶比杨子山 扮相还老 请大家注意 他在大学宿舍看的啥书 是邓文迪自传 我想导演是想表达 孟蝶是个心机女 为以后他的表演做个铺垫 但是 这是个明显的吧 开局的时间线 是在2003年的非典 而邓文迪自传 鹏哥 我专门查阅了相关的作品 无论是淘宝 还是当当 还是亚马逊 最早的邓文迪自传 是2013年版本的 当然还有2017版本的 但就是没有2003年版本的 剧情这么不走心 只能说明穿越了 好久不见的导演 你就怪不得鹏哥 我这么喷你了 虽然好久不见 有老戏谷张国立根 江山称台主演 但是这也掩盖不了 电视剧的粗枝烂造 剧情想表达鹤颜 顽固富二代的特性 但就是开个豪车 带不同的小妞跑来跑去 你是来搞笑的吗 至于郑凯的演技 心累 真的不想多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电视剧刮起了 长篇大润的风 剧情不够 剧集凑 好久不见 也长达42集 但是鹏哥 我看了第一集 就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了 情节老套 郑凯跟杨子山讲的 不就是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吗 鹤颜跟花朵朵 一个顽固富二代 一个刚毕业的 自主创业大学生 从误会到解除误会 到情爱纠缠 其间掺杂着 心机女梦蝶路子 勾引张国立跟郑凯父子 上演跟江山的心机大战 俗套的不能再俗套 狗血的不能再狗血 一句话说得好 要看一个人究竟怎么样 看他周围的朋友 什么样就好 剧情中 励志女花朵朵 跟心机女梦蝶是好朋友 花朵朵看不出孟蝶的心机帽 那他为什么 还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孟蝶不也是一个心机女吗 细思极恐 电视剧好久不见的名字 取得很好 却掩盖不了苍白的剧情 电视剧中再好的装扮 也掩盖不了 女主角们沧桑的容貌 杨子山跟陆子真的演不了 青春活力的女大学生 32岁的郑凯 奔跑吧 兄弟中的小猎豹 一直没有很好的作品展现 虽然主演了 电视剧好久不见 鉴于故事情节的粗糙 演员的组成一般 即便有老戏骨 也撑不起电视剧的高口碑 鹏哥只能说 只能看下次郑凯的表现了 说不说在我 听不听在你 我是大鹏哥 如果你喜欢我所说 请关注我 必不负所托